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试用期是无期 我的咖啡呢 臭白癖 你说什么 大声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再让我发现你骂老板的话 试用期延长 这都已经无期了 还要怎么延啊 懒得理你 这人呢 又没喝 这么浪费 我出差几天 你自己好好吃饭 这是我的位置 坐那边去 小心眼 救命 好啊你 我就知道你竟然不听上司的话 罚你吃完饭不准休息 给我的办公室的大树小树们浇水 等我回来 要是哪颗死了 唯你试问 赵丹桥 一定要加油 谢谢啊 赵总 登机拍好了 好的 王秘书 我要的资料你都给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只是在飞机上有几个小时呢 您可以休息一会儿 不 没有时间了 我要把这些资料赶紧看完 你打电话通知股东吧 好的 我去打电话联系 以前咱俩每次来这儿 都会做这个为止 两个人点一杯咖啡 就为了测免费的无线 一号就是大半天呢 有时候想一想 还是学校好 无忧无虑的 那当然了 行 说真的 如果现在让我减瘦十年 让我再掺阅回去 我愿意 你要去这么远的地方 还这么开心 早上什么时候回来 你会想我吗 你呀 还是别想我了 你呀 还是别想我了 我这一去外地弄不好 就有各种艳遇 不过那个时候啊 你也会找到比我好男人 也会很快地把我忘了 那我也迟了呀 最起码你把最美好的七年 都给我随然了 是吧 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呀 没什么呀 夏儿 你恨我吗 恨 我特别恨你 我恨你毁婚 恨你娶王露露 恨你从我电脑里 你盗取公司的文件 我恨你的多了 我知道 我不管怎么做 都没办法弥补对你的神海 但是我请求你 让我最后 再给你做一点事了 好吗 这张卡你收下 这张卡你收下 这是我这段时间 挣的所有的钱 都交给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听我把话说完 夏儿我答应过你 为了你 我会努力地赚钱 你就当帮帮我 让我兑现一次 对你的承诺 好吗 孙忍 我要说多少次 我需要的不是金钱 我知道 你要的一定会找到的 而且是必须的 来 收拾 我知道 我不管怎么做 你都没办法原谅我 我不是不愿意原谅你 我是希望你能够知道 金钱是不能帮你赎罪的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真的悔过自信 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是老同学 我是真心希望 你在新的城市 能够好好生活 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好 我先走了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保重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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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总 我想好了 兰桥国际的文件 是我拿了宁星的登录密码 我今天就去清军队说明情况 我先走了 赵总 下午约了几位外国董事 其中一些 从来没有参加过公司的董事换解投票 对他们来说 只要公司还在 谁做董事都没有问题 赵总 我知道 以您现在的身份去争取投票 是很困难的 但是希望您试一试 说句心里话 兰桥国际花了您母亲一辈子的心血 如果她倒下了 公司也只有您才能保住了 拜托 您好 请问是夏董吗 我是兰桥国际代理董事长赵丹桥的秘书 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呀 对对对 希望您能告诉我王总的准确时间 好 我等你电话 不能随着 ividade 你可以 喂 你好 那十五分钟时间您有吗 雨 我早上十点钟就跟您预约了 喂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争取到多少了 百分之四十四点三 不到半数还是有很大风险的 好的 叫Lucy订回国的机票吧 接下来听天由命了 是 小总 吃点东西吧 忙了这么久还没好好吃饭呢 我没胃口 谢谢 北美的股份是你的 深圳广州的股份呢 是冯信尧的 江浙户的股份呢 是你的 北京的是他的 日本的是你的 另一个是他的 赵总 多一块披萨 什么 见鬼吧 就是他 谁呀 连个照片都没有 我以前听说有一个人 从来不出席股东大会 也不管公司的任何事物 但是奇怪 这个人就拿着这些股份很多年 我妈妈从来不是让他提出任何的要求 不管怎么样 打这个电话试试 赵总 怎么了 我正害了谁了 谁 是他 你打 别打了 他绝对不会站在我妈这边的 赵总 听着 我已经尽力了 出来换总是要还的 我们也只能天天由命了 赵总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 你 嗯 露西 喂 露西 你帮我查一下 去年分手旅行 那个陈平平电话 你发我一个 行 越快越好啊 喂 陈女士 你好 我是麦威的林夏 你记得吗 小夏呀 你好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事 想请你帮忙 太巧了 我们俩正在喝咖啡呢 那你过来吧 我们等你 行行 那我马上过去 好嘞 一会儿见 谁啊 小夏 不好意思 夏 快快坐 什么事那么着急啊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赵先生 不 赵先生 我们查到您是兰桥国际的股东 现在正在选新的董事长 我希望您可以投刘兰芝一票 小夏 你什么时候去兰桥国际上班了 我没有 我是在帮赵丹桥 看来你们姐俩 我跟这个兰桥啊 我跟这个兰桥啊 我顾及之一 上一次是你姐姐 这一次又是你来说服 哎 你就那么信任 丹桥 哈哈 哎呀 很遗憾啊 我虽然是兰桥国际的股东 但是我一直置身事外 从不参加兰桥国际的经营管理 也不参加股东大会 所以小夏 实在对不起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但是小夏 我跟老张生活十年了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和刘兰芝的梁子是解不开的 别说她不去参加董事会了 就算是去了 她只能给刘兰芝减分 你知道吗 啊 我刚才已经约好了造型师 我们先走 你要想再喝什么 自己给你记我账上啊 稍等稍等稍等 正好我也想剪个头发什么的 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你真的要去呀 你不会是为了继续说服老张吧 不会不会不会 我保证只字不提 真的 那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好 那走 哎 老张 咖啡又不喝完 哎呀 剩就剩了 走吧 多年养成的坏毛病就是改不了 走了 赵总 我观察你很久了 为什么每次你喝茶喝咖啡 都留四分之一啊 哎呀 两位请生了 你好 您好 你要洗一下头发吗 我不用我吧 他们还喜欢我的洗 好 那你就先随便带一下 谢谢啊 谢谢嘛 哎 好 哎呀 你需要修剪一下吗 剪就算了吧 你给我吹吹就好了 张先生 你既然来的话 还是修剪一下吧 这样更精神 是吗 小夏让你修一修 你就修修吧啊 好 那你就帮我修修吧 好 稍等一下 陈老板 你修修一下 好 你说我这平时这么贴头皮 就是怎么弄 你给它弄 稍微吹一下 吹得饱满一点 对 我应该把头发拿去做DNA 我突然有急事 我给忘了 我得先走了 小夏 你不是来改变造型了吗 咱们说走就走了 我刚给忘了 真特别着急 那我先走了啊 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拜拜 你要走了 拜拜 老张 你有没有觉得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是这样风风火火的 怎么不明白啊 不过这孩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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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怎麼會有這麼乾淨淑假 乾淨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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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 去找一下 奇怪 没有 这个招八匹是够变态 这么洁癖 头发怎么就这么难找 真的是 你才干什么 你是变态吗 你突然从我身后跑出来 我变态 你一个大姑娘 要跑人家家里 还上了我的床 你才变态 你翻来翻去的 找什么东西 那个 我看到你们家这个床单挺好的 这个条纹 我喜欢看看这个什么样的条纹 我特别想买 这真的挺好看的 是 是吗 那我还能想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你要不要吃饭 我给你做饭 你太奇怪了 我想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你 你才奇怪 你没带由你看看 一样的 你还可以吃饭 你不是邂适一下 你不必能吃饭 要不要吃饭 我以为你会给你一杯 你感觉还能吃饭 你太阳心要吃饭 你不要吃饭 你不要吃饭 有点 你不要吃饭 还说给我做晚餐 我的晚餐呢 你们家什么食材都没有 我怎么做呀 我给你叫外卖了 你自己看吧 好 别 好 等一下 等一下啊 别动 千万别动 白头发 一个白头发 一点点点 谢谢 杨大哥 我这儿有两个头发样本 你帮我做下DNA的比对 好的 好 谢谢 一下 你帮忙 那蜆儿回来了 妈 发呢 你爸从来不做饭 今天听说你回来了 抢着下厨房 说要给你做几个喜欢吃的菜 我去帮他 不要了 让他去做吧 来 喝点水 馨儿 来 你工作辛苦了 多吃点啊 对吗 馨儿 我去清津队说明了情况 就等调查结果了 怎么了 帮帮我出去一下 隋然 隋然 我也在着急等结果呢 一定要赶在股东大会之前 不然就来不及了 一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给谁打电话呢 没谁 没谁 一个朋友 这么紧张干什么 是不是背着我干坏事了 没有 没有 没什么 那好吧 这几天都很累了 走 我带你出去兜兜风 行吧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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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带点吃的 哦 知道外面的饭菜不合你口味 那什么好吃的 我给你做了羊羊你居然吃了素的 是吗 我看看 我看看 哎呀 你说啊 这是什么事啊 为了躲避兰桥国际针锋相对的两伙人 我有家不能回 去吧 那兰桥国际董事会 你准备怎么办 这个冯兴牙的手段啊 确实有些卑怜 但是呢 刘兰芝她自己的失职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 为了兰桥国际未来的发展啊 刘兰芝是该退下来了 那这么说你准备去了 是的 兰桥国际不是刘兰芝的 应该选一个年轻的专业的替代的 这也是为了股东负责 也是为了广大股民负责嘛 你说是吧 是啊 还记得这里吗 我当然记得了啊 攒够一百架飞机在这儿许愿来着 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嗯 可能还没有吧 为什么是可能 为什么 马上就股东大会了 这样下去 我们不可能赢吧 嗯 这个和你许的愿有什么关系吗 我的愿望是 你可以幸福快乐 你觉得这次我输了会难过 当然了 你得失心这么重 要是没有兰桥的话 也不得跳楼啊 这次真的不会 很奇怪 在渐渐知道败局已定的时候 我反而越来越轻松了 可以舒展一下拳脚 做自己想做的 那这样下去的话 你就不是意外缩了哦 占了高和帅这两样 我已经很满足了 嗯 怎么了 难道你喜欢的只是我的父吗 我有说过我喜欢你吗 不喜欢我还在留言板上写的 有些我爱你 我就是随便乱写答啊 静静心 要不要我帮你确认一下 听着 只有用心 才能看清真相 真正重要的东西 用你眼睛是看不见的 干什么呀你 你也无无聊啊 以为自己是男主角 好了 说正经的 我不起诉了 真的假 我知道如果虽然这个案子 这么查下去的话 最后会牵扯出很多人 宁心 也是受害者 让他们做替罪羊毫无疑 谢谢啊 冤枉就快要实现了 味道怎么样 再喝点 再喝点 妈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 跟你说成对不起 但桥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是妈妈这一生 最大的骄傲 去吧 走得上吧 走得上吧 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我现在马上过来接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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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上吧 你好 先坐吧 你好 先坐吧 谢谢 谢谢 进去看一下吧 谢谢 雪儿 我走了 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跟你说我做错了 你说了对不起 却像什么也没说一样 因为我没有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从来没有赎罪 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也不要联系了 祝你健健康康地好好生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这一月的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首先是关于提议 免除现任董事长 刘兰芝女士的提案 我们先请发起人 冯锦遥先生对提案进行诊述 王总监 刘董事长住院 我们非常担心 希望他早日康复 董事长住院期间 兰桥国际这个长年的机油股 暴跌18% 而且前景堪忧 更可怕的是 根据这两年的财务报表 增长乏力 在座的各位将要面临重大的损失 而且我们也无法给其他的股东和广大的股民一个交代 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 观念陈旧 决策层老化 我想 今天的损失或许大家能够接受 那么未来呢 如果未来还是这样 我们还能接受吗 不以私利 为了公司和所有人的利益 我觉得董事长 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所以必须要改变 只有改变才有未来 而这个未来 就在大家的面前 在所有人的属于 谢谢 各位董事 我先在这里介绍一下刘董事长的近况 今天我们一起吃了早饭 他喝了一碗米粥 吃了个鸡蛋 他现在语言和思维能力 已经完全恢复了 每天都会看两个小时的公司报告 他托我转达各位 表示问候和歉意 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 我倒是不太同意 刚才冯总的一个观点 蓝桥国际的股价下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几次大的跌幅和震荡 都是出现在刘董事长出事的前后 之后就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最近的股市行情 蓝桥国际甚至开始出现 中盘反弹的迹象 这是为什么呢 决策层的稳定 股权结构的稳定 经营理念的长期坚持和贯彻 造就了今天的蓝桥 我再重申一点 蓝桥国际不但没有失控 而是在稳定地发展 谢谢 喂 陈女士 你好 我是宁夏 请问张 不不不 请问那个赵志伟赵先生 他在哪儿您知道吗 我有急事 但是联系不上他 他呀 他去蓝桥国际参加董事会了 好好好 谢谢啊 蓝桥国际 好 总而言之 现在时代都变了 孩子也大了 我们老人家 是不是也该休息休息了 但瞧 对吗 刘董事长刚刚病倒的时候 我曾经代表他 召集了一次全体董事会议 可惜大家没有给我这次机会 我非常地失望 也很困惑 我和麦魏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在为蓝桥国际先行一步 麦魏就是蓝桥国际的前沿和试验田 所以现在大家既是为今天投票 更是为未来投票 刘董 我想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刘董 冯总 您大可不必这样 我想 她早就人手一份了吧 原想在表决以后通知大家的 不过 现在通知也好 事情的原委各位想必都了解了 相关当事人我们已经报案 相关损失已经评估完毕 作为监管失查的责任人 刘董事长不回避责任 为了公司能够更加长久稳定地发展 提出了以下具体方案 怎么还堵车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许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不是坏事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我相信蓝桥国际 会越来越好 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赵叔叔 您终于来了 各位 不好意思啊 我赵某来操手热闹 赵叔 请坐 好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和刘董事长 相处最多的一段日子 这让我重新认识了她 她顽强 坚韧 永不言败 还有更重要的是 她包容 宽耗 曾经我也没有体会到 好像他们所说的 有人把某个人参与的财务 人的财务 你没有根损 你没有自我 我传统人的财务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 这个 告诉我 他记得你们在座的 每一位同仁 记得你们为他 为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各位也看到了 今天赵志伟先生也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些消息 是关于我母亲的绯闻 还有我的身世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管怎么样 刘兰芝对于兰桥国际 是一位称职的董事长 对于我来说 是位敬爱的母亲 是 赵叔叔 您说两句吧 各位 我不会带着个人一样 我会秉公投票的 碧 juvenile roots Julie 枉不露了 你干吗呀 叫一下加班躲到什么时候呢 我先走了 不是 立下 提案通过 刘兰智女士不再担任蓝桥国际董事长 现在启动第二项 关于选举新董事长的业 太太 你看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王秘书 问一下情况啊 不用了 该做的事情 都做了 给训练师打个电话吧 该做手指的股膜训练 好的 我想说两句吗 我想说两句吗 我不希望是一场恩怨 是一场政变 而是为了生存 为了发展 土顾纳心 是时代的更新 兰桥国际的未来 我是打心底里开心的 你们同样的优秀 干练 有活力 充满着欲望 可以说 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 公司要发展 就要有新的领导者 我呢 对兰桥国际的经营 还有决策 总是置身失败 但是今天 我要为公司做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贡献 选出我心中 未来的董事长 这个人就是 赵丹桥 他能忍忍 眼光看得更远 而不仅仅是 为力是土啊 我曾经是 埋为的顾客 他经营的这家公司啊 很有理念 对客户呢 也是真诚相待 更重要的是 他不但有坚实的 还有积极向上的团队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具备了领导才能 刚才啊 他的陈述 我也看到了 你们中大多数 都是认可的 他靠的不是艰辛 而是真诚和坦率 所以 他更优秀啊 他更优秀 董事会结束了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来晚了 不然结果不会是这样的 那你想要什么结局 难道你不想让我 接手蓝桥国际吗 天哪 成功了 我太棒了 我要谢谢你 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 不用谢我 我是为了蓝桥国际的发展 之所以选你 是因为你的能力 和你的才华 我是蓝桥国际的股东 我总要为股民们负责呀 张先生 这个是给您的礼物 珍费 am 做通饵 在这里 入口 我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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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担 爆 儿子 爸爸 太太 丹桥回来了 还有 还有先生 对不起 我愧对了你们母子 我知道 这个事实真相 实在是太直 太直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相信 儿父太太的一面之词 误会了 为了这个家人 也打批不知辛劳的妻子 抛弃了我的亲生苦肉 我的儿子蛋家 我真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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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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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事实和你说的不一样 你为什么骗我 那又怎么样 无论如何 你做到了 你帮妈妈搬倒了刘兰芝 儿子 你是好样子 一定要打败她 打败她 妈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今天吃药了吗 我没病 我是这世界上最正常的女人 太太 她们怎么了 你也累了吧 要不 我扶您回房休息 赵瓦 你说 我们有条狗好不好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 我来替你造的 我自己的狗 我为什么要你照顾啊 哎呀 没关系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知道吗 有一天我坐在这里 我突然想起冯青瑶 在病房里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 她说我也应该过 我这个年纪 应该过的生活 其实我小时候 就特别特别喜欢狗 那时候 我发誓我长大以后 一定要养一只属于自己的狗 可是后来忙着忙着 我就居然把这个 那么重要 又那么简单的愿望给忘了 你说 我们养了什么样的品种的狗 什么样的狗 不如我们养个磕鸡犬吧 磕鸡犬 是啊是啊 我前两天还在电视上看到 那个小短腿跑起来磕 好玩了 是吗 那好啊 那我们就养磕鸡 行 太太时间不早了 我还是扶您回去休息吧 走吧 走吧 好 来 来 来 医生 慢点 慢点 自从你把账号给了宁新 我的树洞里就再也没收到过留言 所以 我帮你把账号恢复了 这么多年了 里面有你太多的秘密和回忆 我觉得应该还给你 怎么了 你不想要吗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这本来就是你的 谢谢你 陪我说了这么多年的废话 还是应该我谢谢你 没有你我是卖不过这道坎儿的 去吃点什么 都行 那好 砂锅还是烤串 刚上任董事长就请我吃这么多的东西啊 好啊 你想吃高大上的 那我就请你吃生蚝吧 二十八块钱一只的 够高当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一次赢了也算你功不可恶 要不要奖励你一次欧洲游 喂 你好 请问是宁夏小姐吗 我是 您之前提交去非洲做志愿者的申请经过我们审核已经通过了 今天呢正式通知你 请你明天带身份证护照等相关证件过来办理手续 太好了 谢谢 其实我有新的计划了 好啊 说来听听 我要去非洲做志愿者 什么 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落魄 没有工作 没有钱 正好遇到了招募志愿者 我也想逃避一切 所以就去报名了 而且做志愿者是我一起来的梦想 我不同意你去 我不同意你去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其实在麦威这段时间 没有觉得自己多好 也没有多差 但是我慢慢发现 越来越多人需要帮助 所以我想去帮助他们 反正我不同意 反正我不同意 丹桥 丹桥 你听我说 林夏 我累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你要吃饭的话自己去吧 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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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 丹桥 听我解释 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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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桥